当中版的功力 Hello 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全新的 Mercedes-Benz GLA Class的这一个 云览活动上 在我身边的就是 采用这个全新平台达到新一代的 Mercedes-Benz GLA Class 全新一代的 GLA 跟这个 A-Class 还有 CLA 一样都是采用了 MFA2 平台打造 这平台主要是以前驱为主 在我国的 Mercedes-Benz GLA 总共有两个车型可以选择 分别是 GLA 200 Progressive Line 以及这个 GLA 250 AMG Line 这个就是 GLA 200 车型 它们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外观的套件还有引擎 我个人最喜欢全新一代 GLA 这个车头灯的设计 虽然说它没有上一代看起来那么凶 但是这个斯文的设计我觉得更可以让人接受 它内部的灯源全部都是 LED 包括了 LED 的日清灯 LED 的远近光等等 看起来其实设计是非常精致的 这个 logo 差不多跟我的脸一样大了 所以看起来这个视觉效果的冲击非常大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这个车头设计呢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哦 我们看一下这个轮弧设计 因为它是 Crossover 的车型 所以它这边有防滑材质 然后这个它 Jack 高了不少 有可以塞进一个拳头 因为它要保证这个车辆的通过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车身是比较高的 然后在这个轮圈的设计方面 GLA 200 的轮圈设计是稍微普通一点 至于这 GLA 250 因为它采用 AMG 设计的轮圈 所以看起来可以更运动化 尺寸方面也有不一样 在 GLA 200 上面采用的是 18 寸的轮圈 在 GLA 250 是 19 寸 全新一代的 Mercedes 车款呢 它的尾部的尾灯都有一个细节 你可以看到它都是采用了这个 3D 式的设计 如果这个尾灯点亮的话 视觉效果会非常的好看 然后它还支援这个电动尾门的开启 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尾箱容积 其实非常的平整 而且它对比上一代的 GLA 车型 也变大了不少 所以这一代的车型实用性更高 再往下看的话 也可以发现 GLA 不管是哪个车型 它的排气管都是使用双边单出的设计 运动感很强 在这个引擎的配置上面 这个 GLA 跟这个 A-Class 是一样的 它们分别采用的是 1.3 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 2.0 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在 GLA 200 上面 它的 1.3 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为 163 PS 峰值扭力 250 Nm 0-100 的加速是 8.7 秒 至于在 GLA 250 上面 它的 2.0 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是 224 HP 峰值扭力 350 Nm 0-100 的加速是 6.9 秒 这个 GLA-Class 的内装设计 其实和 A-Class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像是在这边呢 它有点凹槽可以让你放东西 虽然说可能在你撒车的时候会掉下来 再来就是这边 它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例如说这个扶手比较高 所以你的手放在这边的时候会有一个支撑 这些都是很贴心的小配备 只是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呢 GLA 200 采用的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方向盘 至于在这个 GLA 250 AMG Lite 上面呢 采用的方向盘就运动化很多 我个人很喜欢的一点就是 这一个前面的两个萤幕 其中一个是数位化仪表 一个是触屏主机 这两个萤幕呢 给我是非常直觉化的 所以我要操作什么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当然它的这里冷气控制悬崗等等 都还是实体按键 所以你在驾驶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说 因为它是触屏主机 所以你会有一些没有办法忙操作的情况出现 很轻松开车的时候要按就可以按 当然置物空间也是不能少的 它的置物空间也蛮多 还有置杯架还有这个置物空间 还有这个中央的扶手 中央扶手里面还有USB插槽 可以让你的手机进行充电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个触屏主机 支援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在我之前试驾这个全新A-Class的时候 我是觉得那个A-Class的后座空间 表现真的是不适合载人 可是在这个GLS-Class上面 我觉得这个问题被解决了 你可以看到 虽然说这个座椅的支撑性 还是少了一点点 但是这个腿部的空间 其实还是蛮大的 有一个前头两个前头以上的空间 所以我可以做的斜一点 然后 但是因为它是在国外有着一个 4MATIC 也是Ovial Ride的版本 所以它这个中央的鼓起面积 有一点点的高了 所以我觉得我后面乘坐两个大人 应该是极限的 中间的话 小孩子会比较适合 总体而言 我对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其实还是蛮满意的 GLA 200 和 GLA 250 明显瞄准了不同的消费族群 例如说 GLA 200 可能更为适合一般的市区驾驶 有还不错的动力以及低油耗 至于这个 GLA 250 则有着更强的动力 还有更好的操控表现 所以两个怎么选就看你自己怎么抉择了 目前 Mercedes-Benz Malaysia 还没有公开这两款车的价格 但是相应于原厂的一直以来的策略 这两款车的价格应该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你们对这两款车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OK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